生活总是需要一点糖的,愿今天的你是快乐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你的爱好暖,今天我们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怀孕了,是林叶故意干的,她本性低路,逼我免财礼贴婚房。 我只能遗憾地耸耸肩,只是大姨妈延迟而已,我的好哥哥。 我坐在马桶上,忐忑不安地扒开裤子,空空如也的护垫,让我心凉半截。 而我的大姨妈早该来了,宝宝,我可能怀孕了。 我夺不到林叶面前,揉着平坦的小腹,心里坠坠不安,慌乱里带了一丝哭腔。 她只是一阵,随即推开我仓促否认,不可能,我们做了错失的。 我爹坐在地上,愣愣望着她说出这番话,心一寸一寸凉了下去,那解封就去打了吧。 我说完这句话,她反倒急了起来,做了错失有意外也正常,生下来给老林家留一个种。 她如是说着,坚定地给了我一个拥抱。 对于她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我起了疑心。 当天夜里,我迷迷糊糊听见她在跟谁打着电话。 扎了,跑不掉的,放心吧。 听完心里一阵暖意,没想到她这么心疼我,欲被自己劫渣,转头便拥着她沉沉睡去。 隔天,我在收拾东西空档时,发现了床头的针,林叶。 你老是,刚想抱怨她乱丢东西危险。 联想到那晚的渣了,心里不禁涌起一阵恶寒。 她匆匆赶来,问我怎么了? 我飞速将针压在床单下,顺手把窗帘拉开,对着她娇撑,老是忘记拉窗帘。 她过来抱着我撒娇,说以后做老林家的媳妇更加辛苦。 等她关了书房门,我拉开床头柜,看见包装上赫然扎出的孔洞,浑身开始站立。 六年感情,我理解她的急切,只是她口口声声说着尊重,为我挡下父母的压力,说等我准备好,没成想用了如此卑劣的手段达到目的。 可是我想错了,远不止如此。 林叶嘴上说着要跟我快些准备结婚,可是手上没有任何动作。 我心底焦急,怕到实险怀了难堪,提出要不打一个电话,给我爸妈知会一生,提前谈谈彩礼。 林叶转移话题推托着,她妈妈的电话却打了过来。 林叶,我准备在老家这边买套婚房给你们。 她雀跃的声音传进耳朵,我心里渐渐安定,不管这个孩子是怎么怀上的,他们终究还是重视。 可是下一句话,我饮饮品出些别的味道。 房子全款还差五十来万,你看看能不能凑凑。 我加出房子,你加出装修就行了。 房子名字填水的。 我不算糊涂,他们那个小镇房子不过五六十万,林叶先前借我的钱还没有还呢。 如我所料,她打着哈哈搪塞我。 都是一家人,写谁都一样,你都怀孩子了计较这么多干啥,到时候我大孙子生下来,你家的都是我老林家的。 她张狂地说着,不小心说漏了嘴,旁边林叶飞快抢过电话挂断。 听完她这一席话,我恍然大悟,原来整整六年来我是若珍宝的感情统统建立在算计上。 大学毕业,她阻止我考研,美其名曰不让我辛苦。 要不是妈妈强硬给我报班,她的目的就达成了。 等到工作,她把工资悉数存起来,美其名曰以后娶我,让我拿出工资供两人日常开销。 顺带以资金周转为借口,拿走了我十万块钱存款,至今未还。 我还美滋滋拿着钱养男人,以为等她事业起步就能过上好日子,这些钱当感情投资。 是我太蠢了,一开始她就有二心,一开始她就在算计。 这个孩子不能要,她必须滚,把我的钱吐出来再滚。 YQ来势汹汹,家里东西早吃完了。 志愿者们每天准时准点送来饭时,让我们得以支撑那么久。 那天,志愿者小姑娘送完饭后,在门口愁愁好久,对我开口借卫生巾。 我大手一挥,把先前屯的姨妈筋消毒后,悉数给了她,反正我怀孕用不着了。 随后,我提出加她微信,帮我一个小忙,事情总是要确定一下才安心。 小姑娘效率很快,再加上不是生活必需品,东西第二天就送到了我的手上。 我蹲在卫生间,对着孤零零的一条杠看了又看,险些笑出了声,一条杠,姐没怀孕。 我习惯性地冲出卫生间,跟林叶分享好消息,跑到半路才后知后觉住了嘴。 把宴运棒藏好后,随即在淘宝买了各个月份的假运度。 我突然很想看清眼前人的真面目。 某宝效率很高,早早就到了菜鸟驿站,只是疫情,风控我出不了门,还不急。 确诊的人数没有上涨过,楼下的志愿者喊话也消停许多,很快解封了。 林叶妈妈的电话隔三差五打了过来。 林叶,现在家里经济紧张,你看看能不能帮衬一下,反正是一家人。 她在那头说着,我也不断打着哈哈。 阿姨,您也清楚,我身上实在没有钱,都和林叶一起花完了。 她听不懂我的言外之意,大言不惭地抓住话柄钻空子。 我打听过了,你爸妈有退休金,现在情况紧急,拿出来救急吗? 到时候你肚子大了也不好看。 她一有所指递点我,识相一点少吃亏。 一家人,瞎了眼才跟你一家人。 我摸摸平整的肚子,顺手挂断了电话。 下一刻,林叶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顾林林,我警告你对我妈客气点。 不带一丝感情的声线从电话那头传过来,险些把我的骨膜震碎,好像电话这头站着的是她的仇人。 我突然想起那天她也是这样隔着电话,温言软语问我能不能交往。 半想对方没有回音,我把她的电话一并挂断,想不通究竟是为什么变成了今天这富田地。 她冷脸回到家里,把门摔得震天响,顾林林,你怀了林家的孩子,最好安分点。 我诧异抬头努力挺她这番话的意思,冷不妨她将一个玻璃杯砸在我脚边。 哐当响得清脆,我抓起茶杯在她脚边炸开。 这是林叶,对我百般纵容的林叶,温声细语的林叶。 你想清楚,现在是谁养着你? 她声音很大,字字带刺狠狠扎进我心里,扎得鲜血淋漓。 自从坦白怀孕,她要求着我放下工作好好待产,我也想着正好休息一段时间。 可谁能想到,那句我养你啊,有朝一日会变成我养的你。 我掏钱包的这两年,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它变成了那个全心全意付出不讨好的受害者。 瞬间,心死。 我六年来时间金钱一样不少,她轻飘飘的一句养我带过,这不公平。 林叶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每晚都是带着一身酒气窝在书房。 一夜之间跟从前判若两人,爱原来真的会消失,我怅然,可是半夜书房传出的声响不断嘲笑着我的天真。 反正把她肚子搞大了,她现在没有工作,离了我能去哪儿。 妈,您放心吧,我知道您把我养大不容易,不会花您一分钱的。 我在门外听完全诚,没有难过,只有满腔的恨意。 第二天,林叶妈妈过来,提着点烟酒,说是要拜访我爸妈。 我料到没好事,出生阻挠借口,二老不方便,可是远远地低估了她妈的无赖程度。 没事,已经说过了,叶子把车票都买好了。 我诧异看向林叶,她神色极不自然,天头避开我的目光。 不能眼见着他们去我家撒泼,我无奈带着行李箱跟了过去。 到了家里,爸妈热情出来迎客,林叶扫眉搭眼站在一旁。 她妈妈只扫了一眼,也不打招呼,静止坐上了我妈的按摩椅。 一落座便庆家工长庆家工短地喊着,丝毫没把我妈妈放在眼里。 我说庆家工啊,你家风格还行,我很喜欢。 她像眉长骨头似的往我爸身上倒,一面不停打亮着我妈。 吓得我爸脸色惨白,飞到我妈身边。 这把年纪还玩老绿茶,这一套呢? 阿姨,这是我妈的椅子,她腰不好。 我客气请她起来,她却理直气壮,反咬我一口。 我腰疼了,一路就坐坐,亲家母都让我坐,你还想欺负老人家呀。 她一面说着,一面锤打自己的老腰,我分明记得她上车前剑步如飞。 我哑口无言,准备上前拖她下来,转头却见我妈不住地朝我摇头。 她向来大度善良,对于这种事情懒得计较,况且,亲家见面太难堪,也不好,我只能坐吧。 到了饭点,爸妈在厨房忙了许久,她站在门口张望随口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她妈不爱吃辣。 湖南人爱辣,爸妈照顾她的口味,把菜炒得清淡,你们这边彩礼多少。 她提起这个话茬,爸妈对视一眼,最后由爸爸开口。 我们这边是十二万左右,年轻人不容易,就给个八万八图个吉利。 林业总跟我哭穷,我告诉爸妈她家境不太好,他们表示理解,年轻人有上进心就行。 老太太听到八万八彩礼,立马变换了脸色。 你们女儿怀着运早不值钱了,四万吧,你家在贴点前装修婚房。 她满不在意地说着,饭桌上听闻都停下了筷子,爸妈神色复杂,一面看看我,一面看看林业,最后叹了口气。 不行,八万八一分也不能少,这是底线。 爸爸态度强硬,不肯退让半分,可我知道她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 我把目光转向林业,从始至终她这个男主角没有说出半句话。 林业,你的想法呢? 隔着半个桌子,我冷冷地看向对面的她,迫切地想知道她的想法。 林业,我觉得你们家都不是这么势力的人。 我笑了,我也觉得你们一家不是这么算计的人。 她试图道德绑架我也毫不客气回敬,刻意将算计二字咬得很重。 他们自以为瞒天过海,运筹帷幄,殊不知自己像个小丑。 既然没有谈妥,阿姨和林业就改天再来吧。 我起身送客,刻意扶着自己隆起的腹部,天头就看见了她妈疯狂上扬的嘴角。 那我们下次尽快来拜访,不然肚子大了也不好办。 她皮笑肉不笑望着我一家,脸上的得意藏都藏不住。 回头,爸妈扯起嘴角,笑得有些牵强。 关上门,爸爸沉下脸,妈妈心疼地直抹眼泪。 她妈妈性格不好,你以后嫁过去会受委屈,孩子考虑要不要吧? 当然,不要。 我朝他们眨眨眼,反手把肚子卸了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 我拉着二老坐下,以五一时讲给他们听。 说完,爸爸气冲冲拍桌子,这不是吃绝户吗? 真当我们家没男人了。 我跟他们再三保证不动感情,把花了的钱要回来就断联系,他们这才勉强同意放我回去。 其实,我说了谎,光要回钱不行,她还得付出代价。 瞒住他们不难,老太婆没法掀开我的衣服,林烨越来越冷淡,已经开始分房。 唯一要注意的是产检这一关,不能露马脚。 回到出租屋里,林烨越和他妈趾高气扬打开门,并不喊我进去。 我无视他们自顾自尽了门,这里的房租都是我付的,他们哪来的脸? 宝宝,一切都好商量,别生气了。 我主动服软,忍下心头的恶心,黏着林烨撒娇。 他面色缓和了些,看得出来这招很受用。 哼,不跟你和好,怎么把钱要回来,怎么让你付出代价。 他妈见状,一个眼刀飞过来,我故意无视,扶着腰喊疼。 却在回头的片刻,看见了桌上的协议书。 匆匆瞥了几眼,大意是林烨签了一个合作。 由于他是公众人物,必须保证私人感情不出问题,否则合作终止。 无所谓了,把钱拿到,我会离开。 日子平静地过,他们一家对我漠不关心我也乐得自在,只是迟迟找不到报复的出口。 到了日子,我借口出门产检,转头就约了上次那位志愿者小姑娘喝下午茶。 小姑娘叫萧亚,小我两岁,大学才毕业。 疫情期间跟他越聊越投缘,我俩顺势就成了朋友。 一见面,他捂着对我笑得羞怯。 有什么好事分享分享? 见他这副模样,我忍不住打去。 他也不藏着掖着,红着脸把聊天记录递了过来,公司前辈,在一起好长时间了。 我顺势往屏幕看去,那个熟悉的头像让我心脏露了半拍,不自觉脱口而出。 这个人,有点眼熟。 姐,是谁呀? 他极有兴趣地向我追问,我的心却一点点冷了下来。 我们没有认识多久,他的秉性我不清楚。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一年多吧,刚实习他追的我。 我一面旁敲侧击询问,一面回忆着疫情期间相关细节。 林业工作很忙,每次志愿者敲门都是我来开,每次都是止步于门口。 他们俩确实没有交集,排除这个,那就是林业哄骗了他。 算上时间节点,他们在一起正是林业借口工作繁忙的那一阵。 他说加班,说在事业上升期,说为我打拼未来。 我心疼他,劳累从不曾怀疑半分,原来是家人在侧脱不开身,多可笑。 给你看看吧。 肖雅兴奋地围过来,我划开一张张合影,他渐渐没了声响。 林业姐,对不起,我不知道。 他抓住我的手,诚恳道歉,眼眶通红,像只受惊的小兔。 知三当三,亦或是无知受骗,他与我之间没有赢家。 不是你的错。 我轻轻握住他的手,笑得释然。 郑愁找不到机会,现在不就摆在面前吗? 小雅,能帮姐一个忙吗? 她错愕地盯着我,在听我说完一切后点了点头。 找她帮忙是一步险棋, 倘若她有心思,那便是满盘皆输。 可是眼下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保留些东西告诉她。 林业的工作跟情感相关,算得上半个公众人物。 和肖雅的事情,只能说是她明知不犯撞在枪口上,怪不得我。 一切进展得很顺利,我的肚子一天天带了起来, 社交平台也保持稳定更新,俨然一位待产妈妈的状态。 我的微博人气很低,只有她零星几个粉丝知道。 不过这样刚好,突然放出的料才猛。 她和她妈那边一丝动静都没有,大有把我拖到底的架势。 我不着急,借着怀孕的由头,刚好在家白吃白住让他们照顾,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美中不足的是,装孕土实在难受,让我活生生受了十斤。 肖雅很给力,一直跟她火热聊着,每天晚上出现在我家楼下拥别。 我只需要站在阳台拍拍月亮,稍微倾斜镜头让他们入镜, 再发到微博上感慨一句,今晚的月亮真美。 约莫到了六个月,林烨和她妈又约了我父母见面。 相比先前,他们进门的气焰嚣张了不少。 我跟在他们身后,不住冷笑。 我说,亲家呀,婚房借了些钱,现在急着还,你们看看能支援多少。 爸妈跟我对了眼色,立马意会了我的意思。 房产证上名字填的是谁呢? 爸爸不用顾及,我受委屈,语气硬了不少,多多逼人起来。 结了婚都是一家人,填谁不是填谁。 果不其然,她又跟上次如出一辙东扯西扯,把话题绕开,爸爸也不再惯着她。 还没有结婚,你家的房子跟我家没有关系。 不愧是老教师,思路果然清晰,一句话说得老太婆哑口无言,脸色变了又变。 林林可怀孕六个月,拖不起了。 她拔高声调,企图压我家一头,见爸妈没有回应,拉着林叶便往回走。 那就等林林把孩子生下来再谈吧。 老太婆拉着林叶坐式走开,她料定月份大了,我家会着急倒贴,惦记我爸妈的房子和退休金,可惜她算盘打错了。 我不着急,她们迟早会回来求我。 当晚,肖雅赚了我五千二顺带,发了个狡黠的表情。 姐,死渣男给我转钱了。 她一五一时告诉我,把截图给我看,转账的后面附带了一句肉麻至极的情话,宝宝,想你想你,去买奶茶买大杯的。 我点过退还的按钮,让肖雅自己好好花,心里只觉得一阵酸涩。 最难的日子里,我想点杯五块钱的原味奶茶,她只是皱皱眉头,告诉我要懂事些。 宝宝,一杯奶茶比炒饭都贵,你懂事点,咱不吃好不好。 这是她的原话,随后转头从我的钱包里掏出二十几块钱买烟。 我以为日子好起来会更加幸福,可是有些人注定只能共苦不能同甘。 肖雅,可以了。 铁公斤愿意拔毛,时机成熟,我告诉肖雅可以行动。 当晚,铃叶手滑点赞了我的微博,不知是哪位大粉率先发现,我的粉丝数蹭蹭往上涨。 哇,嫂子和铃哥好幸福啊。 评论里都是清一色的羡慕,我挨个回复谢谢。 微博里全是我和铃叶的日常,当然还有我的运照。 铃叶女友日常甜蜜不出半小时冲上热搜,她的电话气势汹汹打了过来。 顾零零我警告,你别乱说话。 好兄啊,我使劲掐着大腿挤出眼泪哭诉。 宝宝,我那么爱你,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 大概是看到我的回复没有问题,又听到我如此委屈, 林叶的语气软了下来,老婆我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对不起。 我大度原谅,挑了一条热度最高的评论回复。 嫂子啥时候跟铃哥结婚? 铃哥说等我生下孩子再看看呢。 林叶的粉丝几乎是女性群体, 等我回复完,这条热度更是网上狂涨, 让人家怀孕又不负责任。 不会是渣男吧? 嫂子这么好,林叶这个渣男配不上。 一时间,祝福变成了谩骂, 粉丝们跟我共情愤懑不已, 林叶的风停发生180度大转弯。 热度还在不断上涨, 嗡嗡微信提醒响起, 萧雅的消息幸灾乐祸地发了过来。 姐,我跟你说,林叶癌讯呢, 一周内处理不好,就赔违约金。 我回复了一个偷笑的表情, 夸她干得漂亮。 林叶不会给我点赞, 消雅才会。 半小时后,林叶打电话过来, 林叶,明天我和我妈去你家商量婚事, 咱们尽快定下你去安抚一下粉丝。 我掐着嗓子,甜蜜蜜地说了声好, 打开微博,就看见了林叶所发的辟谣。 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 婚礼已经筹备了很久, 定于三天后,届时欢迎大家参加。 她冠冕堂皇地说着谎, 粉丝并不买账, 扬言蹲点三天后的婚礼。 我关掉微博,并不为她说话, 转头在家族群, 让堂哥表哥们连夜坐飞机赶回来。 第二天,林叶跟她妈恭恭敬敬 到我家地上八万八彩礼。 亲家,彩礼带来了, 你看看婚事尽快办怎么样, 林叶肚子也带了。 她讨好的笑着, 估计也知道自己闯了祸。 哥哥们不明缘由, 把她骂得狗血淋头, 上手给了她挤巴掌 我坐在后面偷笑。 爸爸拦下她们, 想和气些解决问题。 我们家就这一个女儿, 按习俗要二十万都不过分。 她们俩坐在对面, 望着一大家子人大气不敢出。 之前不是说八万八吗? 怎么长这么多? 你们卖女儿啊。 她小声嘀咕, 不满就差写在脸上。 爸爸不接她的话茬, 知道她无赖, 也不打算讲读书人那番道理。 听说你儿子找林林借了三十万, 一起加在里面吧。 我只是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钱, 也不打算讹人。 听到十五万, 心里冒起了问号, 爸爸是不是记错了。 此言一出, 老太太脸色立马垮了下来, 贼溜溜的眼睛在屋内转来转去。 打欠条了吗? 没打欠条我也能说你欠我钱, 你们最好别血口喷人。 她先声夺人, 站在屋内耀武扬威撒着泼。 爸爸转头看我, 我一时语色, 当时感情好, 只想着情侣之间不应该这么计较, 以后有钱了她自然会还。 没想到识人不清, 遇上这么些无赖, 只能自认倒霉。 我巴布地穿越回去, 砸开自己的脑袋, 看看里面到底有多少水。 林叶在旁边不吭声, 爸爸见状对着她不依不饶, 说吧, 你借我女儿三十万什么时候还? 十万都想赖账, 何况三十万, 我想拉住爸爸袖子说算了, 反正手里还有东西威胁她不急在这一时。 但是显然, 林叶没有他妈聪明。 顾林林, 你心好黑, 我就跟你借了十万。 她气得跳脚, 指着我妈, 不打自招, 我笑了。 我以为爸爸记性不好, 没想到是自己心眼不行。 老太婆瞪了她儿子一眼, 还在狡辩我没有借条, 没有料想到她这么不要脸, 我脸上的笑, 渐渐僵了下来。 她看到我吃了别, 脸上洋洋得意, 可是下一秒脸就垮了。 顾林林, 你心好黑, 我就跟你借了十万。 林叶微微带着电流的声音, 回荡在房间里, 妈妈举起了手机, 彩礼二十万, 加上欠我林林的十万, 再凑个吉利数字三十八万怎么样。 爸爸吃准了, 他们没办法缓缓开口算着, 林叶和他妈的脸越来越黑, 那你们就下次再来拜访吧, 反正也快生了。 小老头很记仇, 用他们上次的话回敬, 他妈听闻做事, 就要拉林叶离开。 走, 不娶了, 生下来我们又不吃亏。 他对着林叶使眼色, 一个劲地将它往外拉, 哪知林叶愣在原地根本不动, 把他们赶走。 我摸摸圆滚滚的肚子, 满不在乎地指了指对面的两个人, 示意送客。 林叶不动弹, 赖在凳子上不肯离开, 把事情说清再走。 表哥把将要踏出门口的老太婆 一把捞回来, 堵在门口。 好说, 别跟卖女儿似的就行。 老太婆飞快转身坐下, 笑得猖狂, 似乎料定了 我们会妥协。 让他们走, 这个婚不结了。 我故作大度放他们离开, 眼见着对面林叶的脸色越来越慌张。 孩子打了就行, 你们又不吃亏。 我刻意往她的痛处戳把后半句咬得很重, 欣赏她愈加精彩的表情。 哥哥们听我的话, 把他们往外推嗓着, 她拼命挣扎冬的一声, 跪在我面前苦苦哀求。 林叶, 求你救救我, 什么要求行, 不能结婚, 我就毁了。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一米八的大男人在我面前哭得狼狈不堪, 我拿出纸笔写下欠条, 交给他签字。 把这个签了, 把十万块钱还给我。 他错愕地望着我, 眼里充斥着陌生。 我不傻, 拿了这笔钱, 他还能上诉追回, 签了戒条, 谁也不能抵赖。 他老实签完字, 让我等他周转两天, 我答应了。 那婚礼, 走个过场, 我出面就行。 回去的时候, 老太婆脸色愈发的黑, 她倒是美滋滋, 不知道暗地里还有一份大礼。 你是谁, 跟我男朋友有什么关系? 逍遥的微信发来, 我顺着她的话剑拔弩张。 我是她女朋友, 你是哪来的贱人? 她刷刷刷把合照发过来, 我也不甘示弱把运照发了过去。 随后关掉手机, 静候佳音。 许氏知道了纸保不住火, 第二天一早, 林烨的电话打了过来, 声陷离掩不住的憔悴。 林烨, 是我不好, 对不起。 我故作天真, 关切地问她怎么了。 之前指导一个实习生, 她对我有点好感, 两个人交流多了点。 她遮遮掩掩不肯说真话, 消雅大笔的转账, 此时发了过来, 前前后后整整十万。 既然能拿得出来, 为什么在我面前分文都不肯掏, 为什么让我等她周转? 人和人的差别真的这么大吗?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别骗我。 我戳穿她的谎话, 直接了当询问, 她却还是不肯说出真相。 最近才联系上的, 谎话连篇的男人, 让我觉得跟她多说一句都嫌恶心。 分手吧, 林烨。 我按了按做痛的心脏, 深深吸了一口气, 六年时间就当喂狗了。 她挂了电话, 两个小时后跪在了我家门前。 林烨, 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我知道错了。 她声音嘶哑地祈求我, 从前最在意的风度丝毫不见, 胡子拉叉对我摇尾起怜。 从她的眼神里, 我看到了害怕, 不是害怕离开我, 是害怕那笔巨额的违约金 和刚起步的事业一落千丈。 我只后悔, 自己的眼光从前为什么这么差? 你走吧林烨, 把钱还给我我们两清, 不然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我有些疲倦, 想要这段感情结束得体面一点。 她掏出手机, 有灵有整, 给我转了十五万两千八, 把头磕得震天响。 我知道错了林烨, 没有人比你爱我, 我之前太不懂事了。 钱拿到手, 她的死活跟我无关。 爸爸怕邻居看笑话, 把她从地上扶进家, 到家她便盯着手机不放。 叮咚微信消息响起, 萧雅发来一张截图, 时间是一分钟前。 宝宝,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等我处理好那个黄脸婆肚子里的孩子, 我们好好在一起。 没提到孩子还好, 想起她的龌龊手段, 我就不断犯恶心。 对面林烨仍旧在抽气着, 谁能想到她一面在我面前忏悔, 一面在她面前装深情。 人不可能样样都得到, 却可以一样一样接着失去。 微博热度还没有消散, 我切换小号把跟萧雅争执的截图放上去, 配上伤感冷暗。 熬了那么多苦日子, 却留不住身边人。 然后切换大号手滑, 点了一个赞。 很快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扒进我的小号吃瓜。 里面零零散散有我的自拍, 不难认出是本人。 林烨每天跟萧雅在一起的拥别都无意出镜。 我只管固定时间, 等在楼上拍月亮。 最新的一条, 是我和萧雅的争执。 嫂子, 你几个月前的照片里, 狗男女就抱在一起了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热心粉丝把细节一张张贴心圈给我看, 最后心疼发了一个抱抱。 在他们眼里, 我是一个每天无怨无悔盼男友回家, 却被狗男女蒙在鼓里的可怜孕妇。 热度不断上涨, 超过了某明星的结婚热搜, 最后爆了。 全网都在传, 人尽皆知。 有网友在我的大小号反复横跳, 凭着我留下的蛛丝马迹, 拼凑出具体时间线, 我怀孕两个月时, 林烨非但不结婚, 和别的女人私混, 还大摇大摆, 在楼下吻别。 到了后期, 小三直接上门逼宫, 正是有苦难言, 再加上弱势, 只能白白被欺负。 林烨电话轰炸过来, 我充耳不闻, 努力在网上扮演自己的角色。 很快, 我们的热搜被压了下去。 林烨被辞退, 欠下巨额违约金。 看着热搜词条, 我的嘴角快要扬到太阳穴上, 飞速截屏跟逍遥分享。 她看起来心情不错, 告诉我想出去旅游散散心, 我大度赚了她十万。 姐, 啥意思? 她满头冒着问号询问我, 摸不着头脑。 之前林烨给你的分手费, 是你的我不收, 你拿着去旅游。 逍遥的电话打了过来, 声音有些哽咽。 姐, 你对我这么好干啥, 我也做了错事。 我编辑好微博发送, 用原话回答了她, 是她骗了咱们, 你没有错, 我也没有错, 你愿意说出真相, 站在我这边, 我很感激你。 放下手机, 我恍觉六年的一切, 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萧雅走了, 时时发来状态跟我分享。 林烨丢了工作, 也联系不到她, 转头又往我身上贴。 林烨, 我不能没有你啊, 我们还有孩子啊, 她在电话里不住哀求, 企图提宝宝, 让我心软, 可我眼前浮现的, 却是她满心的卑鄙。 电话再拨过来, 她告诉我, 已经在了路上。 那就再给她一个惊喜吧, 我心想, 她是扶着她妈一起来的, 她憔悴了不少, 她妈倒是荣光焕发。 顾琳琳, 你家收了我的彩礼, 选个日子结婚吧。 她妈还是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以为我坏了, 宝宝现在没法打掉, 只能倒贴, 只高气昂地对我爸妈说话。 什么你的彩礼, 那是她临夜欠我的钱。 我掏出先前写的欠条, 甩她脸上, 她的气焰反倒越来越嚣张。 她癫狂笑着, 我妈妈怕她伤我, 急急挡在我面前, 她转换矛头, 指着我妈一通大吼。 你学历高有什么用, 生不出儿子, 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绝了后, 等你们死了, 还指着我儿子带路。 老太婆以为自己生了个儿子, 尾巴翘上了天, 人人都得敬她几分。 我妈哪见过这种托腹阵仗, 被她气得直掉眼泪, 爸爸顾不上这边 搂着妈妈一个劲的红。 你害我儿子丢了工作还想跑, 顾玲玲我告诉你, 你怀了我儿子的种, 除了林业, 没人要你。 她急得跳脚越骂越难听, 我伸手扯出甲韵渡, 狠狠甩到她脸上, 老太婆的脸瞬间垮了下来。 你把你儿子的种带走啊, 没人拦着你。 我笑眯眯看着她, 林业的脸黑了又黑。 怎么, 那根针没扎透? 还是你不行? 我意犹所指地对着她问, 把她问得哑口无言, 随后又转向老太太。 老太太, 你要绝后了, 林业以后死了, 没人领路。 我兴高采烈地对着她喊, 她恶狠狠瞪着我, 一口气背了过去。 说实话, 我还是有些慌张的, 毕竟她一把年纪 我也不想弄出人命。 可是, 看到她一左一右睁开的眼缝, 我抬脚就把她们母子踹出了门。 装什么装? 滚远点。 害怕林业报复伤害到爸妈, 我匆匆把房子卖掉, 准备用林业还的钱 带她们好好旅游, 再找个宜居城市安顿下来。 林业的电话一个接一个, 我索性换掉了电话。 喂, 美女在哪, 约不约? 我用新号码 给萧雅打了一个电话, 才开口, 她就认出了我。 姐, 在昆明呢, 约约约。 我要了地址, 第二天就领爸妈飞了过去。 萧雅状态很好, 云南鲜花多, 她配了一朵 在鬓角衬的人 愈加娇艳。 叔叔阿姨好。 她热情地打着招呼, 领着我们三个东逛西逛, 一路上抢着买单, 想好以后做点什么。 闲暇的片刻我询问她, 她向来很有主见。 昆明气候养人, 我想在这里稳定下来开个花店, 做一个美女老板娘。 听吧, 我接下了她的话茬, 去一个美女合伙人吗? 她靠在我肩头笑出了眼泪, 说了句谢谢。 我窥探过她的歌单, 揣摩过她朋友圈的文案, 我知道她没有释怀。 不管是遇人不输, 还是对我的歉疚。 这么好的女孩子。 我想我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后来昆明开了一家花店, 店里有两位老板娘, 花店门前有一句标语, 鲜花迟早枯萎, 爱情只是点缀, 先去爱自己, 才有余力爱人。 能舍帮来自找必定的付带。 欢迎不开能變, 可是游��, 火线线紧ą,